歡迎來到逆之奇玩遊戲頭踏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逆 霍教華之的傳承 提升等級的方式 跟其他開放世界RPG相比有點不同 在大概35例的時候 你就無法再由戰鬥入面 或者進行某些獎勵經驗的活動升級 失去非常重要的經驗值來源 所以重要的是要知道怎樣繼續升 因為戰利品的level 跟你的level 會相符 所以你越高 裝備就越好 敵人的等級就視乎他們是在哪個區域 所以如果你的等級高 你跟那些敵人之間的差距就會更大 去到40 還有一個獎盃 所以這條影片就會說說關於升級相關的東西 開始之前 多謝和介紹我們的贊助商Penala Penala是一個免費的網絡小說互動平台 作者和讀者可以互相交流 在Penala的網站或者APP上閱讀和留言 促進故事分享和集體創作 歐子珍的滅世連鎖最終一戰 夢盡荒唐的王極21戲 封城的真三智 這三個故事除了繼續會有一天的免費訂閱之外 現在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在影片下留下你的Penala 卡名 就有機會得到一個月的免費訂閱 每個股都有兩個名額 看完覺得不錯的話 不妨打賞和繼續訂閱 以實際行動支持自己喜歡的作家 實戰指南頁面是最簡單 給你快速升級的挑戰之一 每頁有80點經驗值 不牽涉戰鬥的 他們大部分都是互相接近 在探索霍教牙子的時候 用焰焰痕輕鬆找到這些頁面 而在世界地圖更加容易找到 因為地圖上有頁面的icon直接指出位置 還有更多方法拿到經驗值 其中一個是升級裝備 進行30次來獲得經驗值 建議升級一些較低稀有道的裝備 因為他們需要的材料較少而且容易拿到 升級裝備之後會拿到25點經驗值 進行一次升級之後就可以換第二件了 每次賣出沒用的裝備之前都這樣做 很容易就可以完成升級裝備挑戰 另一個真正快速升級的方法是去競技場 世界地圖上有3個 其中2個是所有人都可以進入 一個是在北福達沼澤 另一個是在費德羅特地區 你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敵人 殺死他們就可以完成挑戰 戰鬥的時候完成決鬥技巧的要求 只要你還未完成挑戰 都可以獲得經驗值 剩下那個競技場是豪華版才有 所以我就不提了 雖然這個是在遊戲早期 給自己能夠升級承接主線一個不錯的辦法 但是我認為你也可以做了支線任務先 你都會遇到足夠的敵人 完成決鬥技巧的要求 不用太過依賴競技場 要知道你真的要完成挑戰才升到上40 支線任務無論怎樣都被迫要完成 所以應該完成了支線任務先 剩下的在競技場多槌小寶會比較好 另一件可以得到大量經驗值的方法是進行梅林的試練 確保你有香錦葵葉 你可以去活米村的神奇蘿蔔買香錦葵種子 回去萬應室那裏中 同樣在地圖上已經有icon告訴你位置 完成之後都可以得到80點經驗值 通過所有梅林的試練還可以解鎖裝備住全空間 一共有95個梅林的試練 但是你只能夠在當中的52個拿到經驗值 當你縮小地圖的時候 你會見到每個地區還有些什麼可以探索 著陸平台、氣球、天文學台和古代魔法熱點都會給你經驗值 我們在挑戰的探索卡裡有一行還未解鎖 這一行是霍格華茲的秘密 城府裡面有3個特殊的謎題 完成之後都會給你經驗值 不過他需要Lv3的阿諾哈姆拉 所以要先完成支線任務月亮背後的男人 你可以看看地圖哪個地方有幻影玄雕像 萬應室的挑戰除了升級裝備和拯救奇獸 你還需要培育10種不同的奇獸 首先完成家庭小精靈迪克的支線任務 他會介紹培育機制 如果你想快點抓到這些奇獸的話 你可以玩故事難度 遊戲裡面一共有12種奇獸 但是你只需要繁殖10種就可以了 完成之後會得到經驗值 雖然要100%完成挑戰是很辛苦的事 但是他的確令我們做了很多可能會錯過的內容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會有更多霍格華之的傳承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啦 有些什麼問題在留言那裡問我啦 走之前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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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